你這麼臭 噁心死了 我覺得小鮮肉真的對我來說 真的是不可或缺的 你看大叔活到這把年紀了 只出一張嘴 搞什麼東西啊 小鮮肉還是我最愛的 請大家一定要鎖定喔 花樣女男子 你看當我跌倒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的公主抱 真的是天旋地轉 你知道嗎 我是很哈涵的 小鮮肉實在是太深滿又起天了 我愛小鮮肉 什麼話 老實說 說什麼 老實說最近有一個這個詞當道 就是小鮮肉小鮮肉 有沒有 東湖市場小鮮肉 什麼都小鮮肉小鮮肉 然後一直小鮮肉呢 就惹到一群大叔 他們想說小鮮肉是有什麼了不起 就是比較年輕 比較嫩 然後比較稚而已 但是其實大叔有大叔的魅力OK 對啊 大叔因為有那種 時間的這種 淬煉 所以呢 我覺得也應該給大叔一個食物的名稱 就叫 你覺得一個男生被人家稱之為 你這辣肉他會爽嗎 你說淹過了那個風乾的那個辣肉 不然耶 辣肉有新鮮的嗎 不然 好 好 如果覺得辣肉不好對不對 對 因為呢 男人年紀大的時候呢 對 他肉沒有那麼精瘦 就帶一點肥 對不對 我們就叫他家鄉肉 我真的覺得你真的很不會討一些大叔的歡心 你知道嗎 你不要這樣子 家鄉肉 一個男生被講說 你好 我是家鄉肉 小鮮肉跟家鄉肉 應該講說就是一個成熟過的那種風味好不好 OK 成熟的風味是不是 好 來來來來 風乾肉 我不想再討論這個了 今天 風肉 不要再 好 隨便 反正就是有些大叔他們覺得說 因為我講真的啦 其實大叔能夠做到的一些事情 小鮮肉 你覺得你自己是什麼肉質 我跟你講我是這樣子 我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我在這個賣 比如說我在很多方面 比如說知識啦 或經濟狀況啊 很多方面呢 我是一個 屬於一個成熟男人的代表 但是呢 我有體力吃一個小鮮肉喔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跟你講 這不要我問 我可以幾個電話打去問一下 但納豆講得這麼有自信 但這分明 就是大叔只會出一張嘴的習慣啊 而今天我們 邀請了代表三個不同年齡層的女性 來到節目中 究竟小鮮肉PK大叔 今晚哪一道 才是他們的菜 先問大家 就男藝人來講的話 大家心中最喜歡的菜 哪一人大概是誰 誰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好不好 好 舉牌 你看 那個 子璇 因為妳比較特別 因為這邊是三十幾歲對不對 但是妳三十六歲 妳要不要坐在兩個槓子中間那邊 幹嘛這樣子 我算是有點熟又不太熟這樣 小熟 親熟 對 妳喜歡李仁哥 對 我覺得他是那種居家型的好男人 對 OK 好 真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手女這邊 劉德華 丁的 妳喜歡劉德華 是的 我喜歡她 她很精瘦 對 她保養得非常好 對 我喜歡她保養得很好 對 而且她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 而且她非常愛家 愛家 有兩個選劉德華 是 那我一個人就選兩個了 所以文藝 文藝姐妳選了 我日本韓國都有 日本的話就是 然後韓國的話就是 也是滿元老系的 元老系的 木村 我們看一下三十歲的 妳喜歡Big Band 對 The Top 對 為什麼 因為她很帥啊 她衣服一破關 我就飛骨上去 妳知道妳老公今天就坐在外面看妳錄影嗎 我知道 她老公有設個很帥的鮮肉代表 看年輕人這邊的 林志穎 對啊 她很帥耶 而且又好有魅力喔 梁朝偉 熟男 她反而喜歡熟男耶 對不對 好 我們這個 我們先這樣子 我們先不要看他們的臉 我們請來一些鮮肉跟熟男的代表 我們先看他們的穿著來評判一下好不好 歡迎第一組登場 來 請登場 兩位 大家先不要看臉喔 來來來來 小心 往下走 往下走 我們走到這邊 好好好 真好 這好 這好 我們先就各位 就他們的穿著品位 來評斷說 你們可能會喜歡哪一個 好不好 選一號的舉圈 好 一號的 一號是誰 一號是藍色的對不對 OK 最差的是選二號對不對 好 OK 好 選一號的有三票 所以剩下都是選二號嘛對不對 OK 好 好 但是為什麼呢 紫玉嗎 對 因為我覺得 她這樣感覺穿起來 我覺得好 還有帥氣 就是很帥性 而且我覺得 不會讓人家覺得有壓迫感 那我覺得二號穿起來就是 太...怎麼講 有點正視又太... 我不會說 反正我還是喜歡一號的穿著就對了 芽芽呢 我覺得二號看起來 從女生到了三十歲開始在意男生的體力 一定會的啊 一定會的啊 OK 好 來 我們請兩位把牌子拿下來好不好 1 2 3 請了 所以明顯 選一號的有沒有想要換 有 曉思哥 所以曉思哥其實他是算大叔代表 大叔代表得到我們這邊 年輕二十幾歲的多數選票 明明就只有三票 兩票選你 兩票選你 真的喔 所以是 所以是我的市場在這一塊 對 你的市場反而是年輕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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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豪呢其實得到了 四十幾歲的兩位 謝謝 丁娜 你現在看到她加上臉配起來的感覺 很不錯 跟我想像的有符合 謝謝 有符合 看到沒有她走出來她已經把它想像一遍了 真是的 文英也喜歡她這樣的感覺 喜歡高帥 她們要不要坐著我們比較好講 好高喔 脖子會痠喔 真的喔 不是 我在那邊 欸我 我今天整個人就不對 我覺得我沒有在狀況 好鮮的 好鮮的 鮮的鮮鮪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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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鮪 可以嗎 不錯 體貼 不錯 兩位請先入座 來 請先 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二組 第二組有三位喔 一直讓大家看個夠 歡迎第二組登場 來 請出場 第二組好像沒什麼可以選的 對 因為這三個服裝的感覺好像 都是大叔啊 是嗎 好 來 我們大家一下來選一下 你們直接寫牌好了 一二三請選 就帶著看她們的服裝 感覺 好 好 請舉牌 一二三 來 莫名的很多票 喜歡哪一 我看 選一號的有幾票 五票 選二號的 你什麼叫一跟二 直接選一個 坐在那邊有貪心嗎 裴裴 妳直接用幾個 二號好 二號 好 選二號的有 一 二 三 四 OK 好 換句話說三號 三號請回 三號一個人都沒選 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不選三號呢 衣服顏色搭得好奇怪 而且看起來很老氣 對 而且真的超老氣的 就是大聲型 被攻擊成這樣 對 真的 妳聽一下講幾句好不好 艾斯莉亞妳覺得她怎麼樣 三號 其實我覺得看衣服的話 她的皺褶 我會覺得 好像比較沒有在打理 她的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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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起二號的話 覺得好像二號的那個 衣服有燙過 特別整理過 比較會打理自己 那我們先看三號是誰好不好 三號請你把這個面罩拿下來 三號 其他是年輕的男生 對啊 為什麼穿那麼老氣 對啊 為什麼要穿這樣子呢 對啊 好老氣的 沒有人選你 沒有人選你 我們還有一整集的時間 你慢慢努力 好 來 先入座 嚇到 好 那我們這邊二號跟一號 一號蠻多人選 一號 一號大部分都是我們這邊 比較親熟女這邊的姐姐選的 對不對 那二號 為什麼選一號 就是很陽光啊 尤其是黃色衣服 就是很鮮豔 很亮 而且我覺得他今天 對 搭配得很好 對 感覺就是很有活力 超有活力的 超有活力的 我要改三號 我改三號 芽芽只有妳這樣 這三位全部她們不改 沒有 我真的很後悔 我改三號 為什麼不改 霈霈 喜歡大叔 我也不改 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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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 對 但我沒有要唱歌 那旁邊這位小鮮肉 跟大家介紹一下自己 好不好 你今年幾歲 大家好 我叫做陳錦陽 我今年27了 27 但她整個呈現 很鮮肉而重 姐姐喜歡嗎 喜歡 超陽光的 對 超光的 現在這個社會都這樣交錯的 姐姐一問答 變成幼稚園的小朋友 喜歡 對 在看完大叔 與小鮮肉的出場後 大家內心 應該都有不同想法了 而接下來 要比較大叔 與小鮮肉的生活品味 看看誰 更能吸引女生的青睞 好 各位 這五個錢包就在這邊了 美麗姐拍攝後面檢視一下 所有內容 大家仔細看喔 好不好 這是 一號 不是那個一號喔 對 待會兒猜一下 這是一個Prada 劈開頭的 嗯 其實就男生來講 她戴的現金好像沒有很多 有啦 有啦 有些 有些 喔 這人太多了 這不少耶 所以你的重點是 看她多少錢 你這個完全一本 好啦 放進去 對 這邊放個七八千塊 對啦 好 好 放進去 對 好 二號的很簡單 二號 是一個BV的一個小夾子 錢呢 折好好這樣放 其實她這個皮包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 很俐落啊這個 對 俐落就是兩張 她卡好少 她卡一張證件就這樣 然後她也沒有什麼 健保卡 身分證什麼 就兩張卡而已 OK 好 隨時要氣保潛逃了 這個很重耶 對 而且男生會用這麼大的包嗎 其實我 因為這個很好用啊 太大了吧 而且卡不會噴出來啊 而且 這一看就是有年紀了嘛 有 很保身服啊 很注重安全 包平安 然後錢 她壁紙一邊放人民幣 港幣 人民幣都有 對 真的很痛 就比較有煙味啦 或什麼味道 OK 好 這個 錢這樣放好特別喔 一張 他們有個夾子 一張 好帥氣這樣 然後就是 這個 身分證啊 什麼證件 卡片 這很多美國的人 會習慣這樣用 對 因為他們都用刷卡 他們超快用很少 對 一張 帥 對 有在衝浪 這是什麼 這是要機車鑰匙 機車鑰匙 這不是機車鑰匙吧 弄了兩個鑰匙圈 還放在皮夾裡面 這應該是金庫鑰匙吧 這麼慎重耶 這不是機車鑰匙吧 這是這幾個皮夾裡面 零錢比較多的 有零錢 銅板比較多的 你加油零錢也方便 OK 好 好 好 他們的皮夾 你覺得哪一個是小鮮肉的皮夾 喜歡哪一種大家選自己喜歡